哈囉 所有新浪娛樂的網友們你們好 我是宅宅周育銘 來宣傳早見晚愛啦 要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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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天生有點叛逆 叛逆的就是我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 我問過很多朋友 他們對我的印象是什麼 很多人就是流行花園裡面的花澤類文靜 然後像個白馬王子 所以我知道之後我接劇本我就不接這樣的角色 因為既然有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印象給別人的時候 我的立志是當一個好演員的話 我應該在我還年輕的時候 還可以去嘗試不同角色的時候去勇於嘗試 不然等到我的歲數慢慢增長的時候 以後是沒有辦法再有機會去做這些事情 你就會覺得不是時候或是不適合 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去擁有很多不一樣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表演的狀態 他的背景 他的態度多去吸收 多去看 也許可以再找到一個更好的適合我的東西 對 那這次你演得夠晉升不配來 其實你說是你們討厭的一種類型 那其實當時要怎麼去把握這個角色 就是因為我的個性裡面 我的個性有一種很固執的一點 就是我很討厭這種類型的人 可是作為表演者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劇本我會覺得是你你演得出來嗎 我先看不起自己 然後我先否定自己 然後覺得你沒有演過這樣的東西 你演得出來我會問自己 然後之後我另外一個有自信的自己在說服 我說就是因為沒演過所以你應該要去嘗試 所以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來看待這部戲 然後在表演的時候當然我做了很多功課 在前置的時候我們可以跟製片 然後可以跟導演可以跟編劇 甚至演對手戲最多的女主角 大家一起坐下來開會一場一場 來理清楚那個情緒 是不是我設定的跟大家設定的有落差 那其實落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就合作起來就特別容易跟很愉快 那拿捏的東西我自己做了百分之五十 另外五十其實真的非常感謝這整個製作團隊 去很認真的去為我去做了一些角色的背景的分析 所以給我這些材料之後我自己統整起來 在表演的時候就比較不用讓導演啊 讓製片方去操心 對 其實就在採訪前我還特意看了人家的冷笑話記 你覺得其實 就是你可能就是 現實生活中會跟不論是 不論是西亞亞片 你看到的有很多不同的 你又是製片單 你自己覺得現實生活中會是怎麼樣的 我 我 我是 就是 每次我形容自己 我都會形容出一個 自己內心的一個性格 可是因為我雙子座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內心做了好多好多好多不一樣的宅宅 有很快的 但是也有很瘋狂的 有很熱血的 也有很冷靜的 所以他總是在不同的時刻會跑出來 那今天這次在宣傳這部戲 因為 復活男是我 我人生 我心裡面的所有的角色裡面 都沒有的一個性格 所以這個角色跟私底下的我一定會有 很大的一些差別 我覺得我可能 有些女孩子很喜歡 很幽默的男生 那我知道這樣的女孩子 比如說我很心意一個女孩子 我知道她很喜歡幽默的男生 那我就會把我幽默的那一面拿出來 淘汰的歡心 但也許我認識一個團隊 我在這個團隊裡面 這個團隊是喜歡 安靜跟專業的一個氣氛的時候 我會把那一面拿出來 所以對我來講不衝突 只是看我碰到什麼樣類型的人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氣氛 那在這個拍戲的現場裡面 我就覺得我不要去做調皮的人 因為像講笑話 逗大家開心 我覺得那個工作 那樣的東西 很自然就可以讓曹雲敬去做 因為她做的東西 她講的東西是可以讓我 讓我們現場所有人 從早笑到晚的 那沒有必要兩個人去 一起去這樣子做的 那就讓她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去盡量去表現一下 很投入 然後表現專業的一面 給現場的人看 這樣現場就可以得到一個 很平衡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還有這個戲裡面 其實說講的這個角色 它是成了一個藝術性 變成了副片 對 你怎麼能理解這種變化嗎 或者因為有演員 她說到慢慢的藝圈 大家說很複雜 因為有一個變化 你能理解這種 或者是結論 你覺得演藝圈 或者演藝圈 這裡能去明白 對我 對我